大家好我是Nikki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想先感谢WAT THE HEAD 对我们频道的大力支持 他们非常的慷慨的 借给我们这一双鞋进行今天的拍摄 而这双鞋呢 它就是Nike Download Retro Sun Club Wheat Grass Orange 这双鞋的发售日期 为2020年5月1日 发售价为409码币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鞋盒的设计 那这鞋盒呢 使用Nike的这种环保鞋盒 可以看到它都是这种 用纸箱的质感所制成的鞋盒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东西 它就写这些Nike的环保标语 那么鞋子的这个尺码呢 依然印在鞋盒的这侧边 我们现在开箱的尺码呢 为UK6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开箱这双鞋子 那这双鞋子开进去 它也只有附送了一层这个衬纸 应该就是环保用途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看鞋子的这个本尊 那么整双鞋的配色呢 为黄色、棕色以及白色 那使用呢 这个面料呢 为防布、鸡皮、荔枝纹路皮革 以及绒面材质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鞋子的一些细节 我们先从前半部讲起 那鞋头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Tip和Market呢 是使用了这种黄色的这种荔枝纹的这种皮革 然后这个鞋面呢 则是使用了这种白色防布的这个材料 那么中间部分的鞋面呢 跟四根这个Torbox一样呢 是使用了这种白色的防布 然后在这个South这边呢 它前半部是使用了这个黑色的这个刺绣 去做出了一个鲨鱼鳍的这个效果 然后剩下的这个South呢 延续到后面呢 则是使用了这种鸡皮的这个材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上面的部分 那这个鞋眼片呢 跟这个旁边这边的一样 都是使用了这种黄色的这个荔枝纹的这个皮革 然后在上面呢 这个鞋带的部分呢 它则是使用了这种棉布质感的这种鞋带 奶油白的这个鞋带 然后鞋舌呢 则是跟这个鞋面一样 都是使用了白色的防布 那在鞋舌标签的部分呢 则是使用了这种白底 配上这个Nike SoundCloud的这个字眼 然后罗湘呢 还有一个橙色的Nike Shoesh logo 那么在鞋跟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鞋领这个鞋领这个部分呢 是使用了这种棕色的防布 搭配上这个鞋跟呢 它是使用了这种栗子纹的这个鸦面的这个皮革 然后在HU-TEC这边呢 可以看到它这边是并没有写上任何的Nike 或者说logo的字眼 它这边的这个材料呢 则是使用了一个鸡皮 黄色鸡皮作为一个点缀的效果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鞋子的内部和底部 那鞋子的这个内衬呢 是用这种绒面材质的这一种面料 然后它是棕色的搭配上这个青色的这个鞋垫 那鞋垫本身摸起来的 也是有这种类似绒面材质的这种毛毛的这种触感 然后在鞋跟上面呢 这个鞋垫上面呢 则是印着一个Nest Nature的这个logo 那么在外底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中底跟它大底呢 都是使用了这种环保的这种鞋底 然后中底是白色的 大底则是这种棕色的鞋底 最后呢 来说一说这双鞋的一些评价 那其实这双鞋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 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好看啊 特别是它使用这个 虽然说我是很提倡这种环保的这种材料 无论是它的这个鞋盒呢 或者说它这个鞋底都使用了环保材料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它的配色呢 不怎么对我的胃口 如果能够把 就是比如说这个鞋领的地方啊 换成白色 我觉得就它的那个感觉就上一个层次了 那我也是 另外一个我欣赏它的地方是说 它使用了不同的材料 所以它看过去的那个 那个层次感是相当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欣赏的地方 只不过依然非常可惜的 它的配色不是我的新头号 所以个人评价呢 10分里面我会打一个6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告告段落 这个影片还没有结束之前呢 我想再次感谢Waterhead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借给我们这一双鞋进行拍摄 那我已经把他们的这个Instagram pages 放在它这个萤幕的前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看 跟他们购买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潮鞋 那如果你对我的这个开箱球鞋视频呢 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看我的频道 也没有许多不一样的开箱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